这个球金明珍判断的很好 现在开场这六分球呢 只有一分球是韩国的一个接发球失误 其他的五分球全都打了多拍 双方的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双方公司 三 四 三 好球 金明珍的出球呢还是手上的变化比较多 出手呢一下比较快 现在双方打成4比4 其实现在开局这一段打了8分球 我们算了一下 韩国队是一个接发球失误一个发球失误送给中国队2分 然后其他的6分球呢全都是多拍 在这个6分多拍前面的6分多拍里面 韩国队得了4分 中国队得了2分 就是韩国队呢其实攻守实力还不错 但是他们得一分都很难 好不容易得一分吧 发球一个失误或者接发球一个失误又送给中国队一分 很划不来 打赏球一个失误又送给中国队一分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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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直线和对角 抽直线和 抽直线和对角 这个手上的变化很多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5 刚才中国队提出来换球 韩国队何真恩开始没有同意 但是裁判还是允许换球 其实对这个局面呢 也是应该是田青和赵云磊应该有所认识 在第一局尽管是赢对手6分 但是这6分基本上都是发接发 对方的失误6分 真正打起攻守对抗来 打起多拍来 韩国队并不处于下风 那在这一局呢 韩国队在发接发上是有失误 但是没有上一局那么明显 而且多拍里面他们的优势很多了 现在 现在五拍以上的多拍球 韩国队呢 是得7分 中国队只有2分 就只要形成多拍 韩国队是压倒性的优势 对方的优势 对方的优势 就是这样的优势 就是这样的优势